兩億美金說要找您當副手這件事情 會不會來公佈說是國民黨的誰 因為現在傳出有一個是余姓華僑 透過鄭榕城來牽線 是不是有這件事 我跟你講在那過程當中 什麼余姓商人 還有那什麼紀將軍 還有什麼魏先生 我才知道說我們在當醫生 很少遇到騙子 因為病人不會騙醫生 後來打這場選戰就發現 哇這個騙子前課實在是太多了 還有各種國際騙子都有 對我來講是這樣 這一頁就把它翻過去 反正都結束了 我們就認真的打贏選戰 那如果就是說 開放就是陸生來就業的話 那這樣子好像會引起你心兒的反 剛才不是講過嗎 所以這一定是破冒比福茂先 所以當年2014年 太陽花旋會爆發就是 第一個程序不正義 第二個順序錯誤 因為福茂對整個社會衝擊太大 所以總會從那個 所以理論上一定從那個衝擊小的開始 第二一定是先有規則再來辦事 是不是說其實很多藍營小弟都有希望支持 希望科技所支持 實際上啦 因為選戰還有四十幾天 所以我們民眾黨也有決議 就是說 因為我們有十一個區域立委 我們有三十四個部分區域立委 所以可以做先做 至於說國民黨那些立委 如果最後有需要 到時候看情形再來處理